全文故事 毫无异样 能吃能睡的 若不是我不小心吐出了口雾黑的浊雪 恐怕到死 都如在梦中 郎中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夫人 这毒已入骨 您可能 至多还有一个月寿命 得知这一切后 我的结发郎君 默默了两久 做出一个 惊天地气鬼神的决定 他说 夫人 我知道你担心死后 无人照料我 我已经挑好了人选 你大可放心 也算替你冲冲洗 明知我已时日无多 夫君却执意要那妾给我冲洗 这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啊 黄商府那妾的那一日 千冤尽放 万木逢春 我的夫君诚持 不顾礼法 坚持要用八台大轿 迎他入府 那女子名叫陆了 以团扇遮面一笑时 金钟繁花都湿了颜色 可这样才貌双绝的家人 曾在武林大会上 以一出剑舞 一举夺魁 却放弃了入宫选妃的机会 偏偏和我这不成器的夫君 一见钟情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成婚这十年里 我竭尽所能 将夫君捧成了顶带花铃的皇商 眼看他春风得意 正是光宗耀祖的好时候 已经不需要我了 陆离入府的那一日 原本应当在我这正房面前下跪 给我敬茶 可立马被城池拦了下来 他对我说 夫人向来心怀宽广 能有寻常女子 不能有只胸襟 这繁文入节 还是免了吧 我冷笑 才刚进府 就这么宝贝了 他们才认识几天 出乎意料的是 陆离并没有和我见把武装 而是款款跪了下来 一双心眸定定地望向我 如秋水寒波 妾身给夫人敬茶 愿夫人扶瘦绵延 常乐无极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他 他的个子很高 甚至比城池还高出半头 行貌一礼 眉宇间飞闪过一丝阴气 有朗日入怀之感 怕是宫里千娇百妹的贵妃 也不敌他的气质 我接过他的茶 抿了一口就皱起眉 竟是凉茶 你什么意思 我并未给他留情面 将杯盏里的茶水 泼了他一颗 路里也没脑 扶了把脸 笑淫淫起身 无甚特殊意思 只是想表达人走茶凉 今时不同往日吧 他不屑地说 方才这一败 就算切身败过了 日后再见到姐姐 就不再下跪了 还请夫人海涵 城池听完 还大赞他贤淑懂礼 至纯至善 他见我脸色极差 还心虚地说 夫人 莫怪我 我也是为了传宗接代 你不能生育 日后 我堂堂皇商 总不能断子绝孙啊 笑死 十年来 我们都没有孩子 他那的三房小妾 也从未生下过一子半年 到底是谁有问题 败完了天地 看着夫君搂着心宠进洞房 我并没有心如刀脚 反而无比平静 低头看着指甲根 已经明显的青黑色 独一入 我没有心思搞宅斗这一套 也不愿理会路里的下满威 从城池在万花楼 领回第一个小妾开始 我就已经对这段 结发情谊 心灰意冷 余下的一个月 我必须好好为自己而活 绝不能再为渣男劳心费身 事到如今 我唯有一个念头 就是查出下毒害我的人 到底是谁 二商户是世人眼里的剑籍 诚实是商户出身 最崇拜的 就是有才学之人 也盼望着 娶一个才女进来 而我于文末上不通 只在这些年 执掌中愧时 严商理财 精通算盘子上的功夫 陆里的到来 正好中他下满 听闻 他们当时在武林大会上相见 他一举多亏 惊为天人 而城池 不过用些臭墨水 附庸风雅的几句 他们就一见钟情了 当时有官员 要举荐陆里入宫为妃 都遭到了他的拒绝 一心非要给我的夫君当妾 以至于城池得此美人 直接大手一挥 遣散了其他三房妾室 我感到蹊跷 总觉得 此事并没有痴情二字这么简单 那妾里过后 我每天在府里冷眼瞟着他们 潺潺绵绵 毫不恩爱 只不过 我发现 城池每天早上起来 身上都会多些瘀青 还嚷嚷着 酸痛来人 甚至都用上了金疮药 看着一脸得意的路人 我暗自冷笑 年轻真好 玩得挺花呀 他在院落里 和城池一起对诗 情趣盎然 触景生情 我犯起一阵心酸 我与城池年少夫妻 从前恩爱时 不是没有过这样的好光景 只可惜 蓝音续果罢了 陆里朗朗念诵的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她长身玉立 诵诗时仰望天空 仿佛能感诗中所喜 悲她所悲 我莫得一阵 一个女子 竟能有这般感诗和胸襟 喜欢这种旷达的诗句 心间突然闪过些复杂的情绪 说望日 城池要南下运送新一批进攻的货品 早上便匆匆走了 这些十日以来 路里都有毕恭毕敬 城池一走 她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她步履悠然 带起一缕淡淡的清香 走到我面前讥讽道 姐姐 如此多年情深 供她捧成黄伤 到头来 被自己的枕边人辜负 才知她不过是一庸俗男子 嫁与她 可曾后悔 我虽然失望于城池背叛 到底顾念着十年夫妻情谊 还并不打算和她撕破脸 互相荡成空气就是了 可路里这番话 却没头没脑呢 她这话听着 怎么倒像是苦口婆心 再数落我遇人不说 我后不后悔的 都已经过去这十年时光 如今已经蹉跎了青春 可你却不同啊 还有漫长的一辈子可以蹉跎 我笑着反反 路里抿了抿唇 低头无意间去到我的双手 我下意识攥紧了拳头 我的毒已入骨 指甲都发着青黑色 着实难看的景 而她看到了我的指甲 居然递给我一盒凤仙花染膏 说是礼物 能遮盖住难看的指甲原色 女人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以求来日 后福无穷 她意味深长地说 一瞬间 我突然产生了怀疑 之前她进府时 我一直带有护甲 她是如何得知我指甲的青黑色 又巧合地来送我染膏呢 除非 她早就知道我中毒了 才会如此坦然地 入府为小妾 只因知道我时日无多 常年当家主母的我 自然有手段 逼问府上的丫头婆子 陆里入府后 拨去伺候她的丫鬟小芸 一向殷勤 我暗地里将她抓来审问 在我的威逼力右下 她哭着说出了真相 原来 陆里和城池早已沆瀣一气 经常带她出入府邸 还曾大言不惭地表示 想要当平妻 若非当朝律力伤人 不允许平妻 恐怕现在该服收请安的 就是我了 三听到这里 我基本笃定 给我下毒的人 就是陆里 理由是 她要执掌中愧 下毒这方法 还能神不知鬼不觉把我踹了 取而代之 可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 就算死了 也要拉这个害我的人当电背的 当晚我激活攻心 加之毒性发作呕血 一夜难寐 半夜 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 但被一阵 稀稀苏苏的声音吵醒 睁眼一看 竟是有名黑衣人 在我屋内 我镇定地看着那良上君子 心中毫无畏惧 对他说 小兄弟 你是爱劫财 还是想探听什么消息 不必白费力气了 你该去胁迫青路阁的那位 再要挟成大人 去开府库 给你取钱 青路阁是陆里的居所 反正我都是快死的人了 指点一下 这窃贼也无妨 没想到 那良上君子不发一语 竟然跳了下来 静止向我走来 很显然他的目标是我 还没等我失声呼喊 他就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一阵清幽的香气随之袭来 我下意识睁大了眼睛 觉得十分熟悉 却想不起来从哪里闻过 黑夜中 我看不清那黑衣人的脸孔 只对上他一双冰冷的目光 他掏出一瓶药来 硬生生要灌到我嘴里 语气又哄 乖 喝下去 我仿佛明白了什么 这八成又是路里的主意 好啊 他竟然如此迫不及待 还雇了杀手 来取我性命 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 难道非要给我下点断 长伞千基药 来个痛上加痛 简直是罪毒妇人心 见我咬紧牙关不肯喝 男人似是无奈 叹了口气 不要怕 这是为了你好 我欲挣扎出他的禁锢 大喊来人 发现窗外根本空无一人 我住的这小院又偏僻 看来是天命该绝了 不及我转身逃跑 黑衣男人从身后紧紧环抱住我 竟捏起我的下颌 自己喝下尿 渡到了我口中 嗯 我震惊地瞪视着他 又被他点了穴位 汤药不受使唤地吞咽下去 意识也越来越沉 唯记得他闻我时 那双星红的眼睛 竟然划过一丝不忍 他到底是谁 一日早起 我在噩梦中惊醒 发觉自己并没有死 毒发的痛处已过 身上又恢复了如常 难道昨夜的经历 都只是一场梦 来不及等我查明 今日城池归来 要带我入宫 参加林阳长公主的生辰宴 我与他 虽以夫妻情谊断绝 该守的旨意 还是不可为傲的 可城池居然要邪路里 一起去参加 夫人 李儿他最近身体不适 要我带着他 时时刻刻在身边看着才放心 你可以体谅为夫的 对吧 看着城池笑面虎一样的神情 我已毫无波澜 直冷淡到 随你 宫宴上 我一直想着 昨晚的是心不在焉 洛里却在我面前 挽着城池的手 大大方方走过 城池就坐后 他才来到女眷席上 与我挨着坐下 他的眼尾通红 我淡淡问 怎么 妹妹昨夜没睡好 我要伺候城大人 自然不像姐姐这么乐得清闲 睡得安稳 他继而挑衅 素闻你们感情甚至 怎地宫宴上 大人却不愿与你相嫌 面对路里的挑衅 我轻摇了摇头 再以你的光景也有进食 再美好的情势 也不过浮云一煞 我已经不会再相信了 他的神情明显流露出一丝不自然 正当此时 皇帝和长公主驾到 城池作为运送这批东珠的皇商 得圣上赞许 可谓红光满面 看到他风光无限 我心中悲泣 这世间无常 一心钟爱之人 不得善终 背信弃义之人 却乐得自在 宴席散去后 我独信攻心 颤抖着走到一僻静处 从手帕上咳出鲜血 却意外发现了身后的假山处 城池正在与朋友闲谈 世人只知他楚明月 是高门大户的小姐 都说我是吃软饭 才得意 有了今天的成就 可我堂堂皇商 岂能养女人的鼻息 我强忍住心底的震惊 继续听了下去 这毒乃西域其毒 没有解药 从此以后 城池就可以平步青云了 那朋友还贺喜他 升官发财死老婆 天下三大乐事 他皆可占尽 原来 给我下毒的始作俑者 竟然是我朝朝暮暮 相处十年的富俊 他一直觉得 我官家敌女的身份 压制住了他的脸面 外人都说他这个皇商 是仰赖于我才得来的 所以要把我除掉 娶年轻美貌的台女续衔 我终于明白了真相 想起这十年相伴 觉得自己十分可笑 视而心一横 已经没有时间 跟他们攻于心境了 我要拉着他们 陪我一起下地狱 那天晚上 我打点好下人 潜入小厨房 准备给城池和陆里 每夜必喝的和欢酒里 下入鹤顶红 要即将下进湖中时 我的素腕 被一只强有力的手一把握住 我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幽香 在我鼻尖摇眼过 猛然抬头望去 竟然是陆里 陆里嘀嘀一笑 突然沉声靠近我 是截然不同的陌生嗓音 姐姐 别急 有些事情 能比死了 更让一个人难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夺过了我手中的药包 我心中一慌 伸手去抢 怎奈何一个亮枪 跌倒在了她的胯下 无意间触及某处 我震惊地抬起头 望着陆里那张人神惊现的容眠 在月光下 泛着温润的华泽 为什么 这小妾的那脸 居然比我夫君还大 似我吓了一跳 嘴唇一哆嗦 险些跪倒在地上 却被陆里稳稳扶住 噓 她修长的素质 抵在猪唇上 谋底笑意不减 嗓音若积水空明 原来真正的美人 不分男女 一颖一笑 都可以做到 如此涉人心魂 姐姐既然知道了 就该猜一猜我是谁 那双细长的桃花眼 深深望向我 她 不 现在应该是她 唇角挂着进步细血的胡同 我眼睁睁看着她 接下从脖梗处的人皮面具 露出一张惊人的俊颜 眼角的那颗珠砂质 格外瞩目 而我只在一个人脸上见过 黎奴 你是黎奴 我惊讶不已 男子温淡一笑 熟悉的木质香气味 让我想起了 那一夜给我惯要的黑衣人 原来也是她 黎奴是我十年前南下江宁时 在路旁救下的流浪少年 当时她从披甲人的队伍里逃亡出来 又被人贩子抓走 历尽艰辛逃脱 遇见我时 双眼都受伤溃买 被我带回一馆悉心照顾 因为她没有名字 见到她时 浑身脏兮兮的样子 像急了一只小野猫 我便给她取名黎奴 后来把她眼睛治好后 她的右眼角 就留下了一块 朱砂质形状的疤痕 如今她都长这么大了 姐姐 新年救命之安 黎奴从未忘记 现在只未抱得万一罢了 她握紧我的双手 指尖透过她的掌心 传来温热 她本名叫陆黎 自被我救治好 通过多年火拼栗战功 成为了一名少将军 几经辗转 她也曾找过我 这个新年的恩人 发现我成婚后 陆黎一直派人潜伏在府中 默默观察和保护我 这次发现我中了毒 她心急如焚 因为是朝廷命官 不能善离直属 所以她才趁巡查的 这一个月 出此下策 只为能解救我 姐姐 你中的是西域七毒火 须连续服用那汤药七日 外加汤泉药与勋征 这要等我带你出去才能做到 陆黎认真道 如此说来 那老郎中 说我独以入 要事无一 便是假的 我深深惊讶 未出格时的随意善举 竟然成为了 我能活下去的一线生计 命运可当真奇妙啊 不过 她男生女相的美貌 着实令我惊叹 加上假生 完全足以以假乱真 也使传闻 蓝陵王因长相太过俊美 而不得不戴面具出战 我还不信 世上怎会有这般俊美的男子 今天才知道 所言不虚 我忍不住轻笑赞叹 剑露里的耳朵 明显红了 不过 我很好奇 易戎也就罢了 到了夜 你是如何假装成女子的 想到这里 我心头疏然意紧 据我所知 承迟这段时间以来 赵姓这位新宠的次数可不少 难不成她真的为了救我 牺牲了自己 她随意招了招手 从屋外走进来一个女人 施入府 就一直在伺候她的嬷嬷 她粗声粗气地说 参见夫人 夫人万福金安 陆离向我介绍 这位是云嬷嬷 生了阴寒之症多年 一直想采阳古阴 没完我便把那城池灌醉 或打晕 再用上置换的迷香 所以 每夜与她合欢的 都是云嬷嬷 我突然想起 清晨看到城池 总是晕乎乎地醒来 身上还有紫青斑痕 原来 她一直都被老玉 当成了补养身体的一副良药 武剑我忍郡不惊 陆离也笑了 旋即定定地对我说 姐姐中毒已深 我需要早日带你离开 可寻个由头 与这人渣合理 我自有办法惩治她 她清俊的眉眼 在黑夜里跃动着微盲 早已退去了当初少年的稚气 不禁令我感慨 黎奴现在也是个 能独当一面的男人了 她来此 一为了让我看清人渣 二为了救我解脱 以报当年的救命恩情 姐姐 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医治 现在黎奴有出息了 可以用天下最好的药 来给你解脱 她扬起眼眸那一刻 似有无可言说的激动 在清澈地涌动着 恍惚间 又回到了那个飘雪的午后 我在寻常项目 遇见猫一样 瑟瑟发抖的少年 面对她期盼的目光 我却摇头拒绝了 不 我想亲手承治承迟 她耽误了我十年 需要亲自为此付出代价 陆离迅顺地点点头 好 一切都听姐姐的 一日 陆离又恢复了女人的装扮 从承池的寝室走出来时 还步履偏然 宛若神仙妃子 李儿 你昨夜好香啊 承池毫不知休地轻易到 而不远处 云嬷嬷羞涩地低下了头 这些十日 见着她气色好了不少 倒是承池眼瞼下满是乌青 像被女妖精勾去了魂 陆离悠悠地去了我眼 娇笑起来 大人 你怎的也不看看夫人来了 该去关心一下夫人 我今日穿着一席蜜蜜蜴色夜地烟龙纱 还略失粉袋 看起来气色上加 没想到 承池非常听劝地丢下了陆离 笑吟吟向我走开 还从怀里摸出了一对 赤金香翡翠卓 戴在了我手上 夫人这段时日养病辛苦了 这翡翠卓 是我南下近货时偶然所得 十分的珍贵 与夫人你是相得一张 忽如其来的关心 必定有鬼 我淡淡地抬起手腕 看着那对玉卓 果然橙色很好 正要说些什么 不料承池却率先开口 优兜云雾山茶的声音 一直都是夫人你亲手操办的 这不是吗 圣上心奈的云平娘娘 很想喝上这一口 可这云雾山茶十分的珍贵 货源西少 这进货都需老货商打听 你看 原来是想让我帮她干活 我冷笑 伸手想摘下那对玉卓 却被她轻轻按住 夫人 她语重心长地说 你也不想看见 为夫因为这个办事不利 被陛下责罚吧 你都已经是将死之身 便为我办一办这趟差事 好不好 看到她如今珠原欲润的模样 我竟不知 当初为何看上 这么个不入流的男人 若不是这些年 我前后周全 怕是早就跟她去挖野菜了 望着她殷妾的眼神 我还是点点头 答应了下来 好 好 多谢夫人 那一切就交给夫人了 来日 我一定会为你坟头 多烧鸡斗之前 她仰天大笑 搂着怀中美人 扬长而去 我微微服笑 这么多年 她早已习惯当甩手掌柜 有我跟在后面 帮忙擦屁股 这份放心 我必得利用到底 全是全中啊 她交代我办的差事 我做得十分完美 那批幽多山茶 第一时间运送到了皇宫 圣上荣心大愿 承池也第一时间上去 邀功请赏 夫人 无愧是你 即使生命的最后一刻中 也是我的摇钱说 她兴奋地对我说 路里也没有闲着 这几日添油加醋 趁机劝她休憩 甚至还找了算命的流浪道士 游睡城池 若让这女人死在府底 不仅晦气 还可能会对大人 您的官运财运 有所虚损 不得不重视啊 城池虽未知可否 估计是 以为我必死无疑 神情上却多了几分 对我的不幸 陆离曾偷偷告诉我 那封和离书 早已压在她的桌案上了 只待皇帝的风赏下来 再以西夏五子为由 名正言顺 将我修掉 圣旨下达的那一日 鸟雀忽情 清晓窥言语 那批茶叶 只有头批货为上等 后来陛下 赏给云平的那一批 却都是府的 圣上龙颜震怒 以欺君网上醉 下旨查抄城府 还削了她皇上的名号 接着的那天 小妾陆里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将军陆离 寻查归来 带着雨林卫 亲自奉命 查莫城府 城池直接吓到魂飞魄散 跌倒在地上 执着陆离不住地颤抖 你 你到底是谁 我乃堂堂皇商 你 你不敢 明光假昼 剑眉心谋 离弩此刻 威风凛凛的模样 我从未见过 陆离居高临下的冷笑道 本将军还以为 你有多大的胆识和破裂 能配得上姐姐 如今看来 不过是个色力内染的草包 城池被她的剑锋指着 身下竟出现了一滩黄色的液体 何离书呢 交给她 是 是 她仓皇进屋 把那张早已准备好的纸递给我 我面无表情地牵下何离书 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狠狠痛了一下 我冷冷撂下话 城池 十年相伴 如今你不忠在先 夫妻勤奋已尽 经我修夫 从此以后恩断一绝 城府被官兵查抄 当初妖宫时有多热情 如今就有多狼狈 欺君网上醉 她无可推诿 陆离走的时候 故意搂紧我的腰身 坦荡而又亲密 我并没有抗拒 亦不曾回头 遛我跟着陆小将军回府 她似乎很是激动 为我安排药育和针灸解毒的事宜 姐姐 你且安心在这里住下 我早已备好天下最好的游依方式 他们最善解毒 不出半月 就可痊愈 她无比珍重地 按了按我的掌心 握到微微出汗 见我盯着她 又不好意思地轻轻疯开 我微笑着点七脚 替她扶开垂落的病发 十九岁的翩翩少年 气息间都是木质与墨相缠绕 是最好的年纪 一架曲 一针战四方 黎奴 你也长大了呢 她的眼睛分外好看 忧郁的桃花木 仿佛炼咽了一池春水 想起当初在医馆 刚刚收留她时 她还十分久替 以为我也是人贩子 对我连咬带踹的 最后还是我力大如牛 摁住了她的胳膊 亲自帮她的眼睛清洗换药 最后保住了这一双漂亮眼睛 入离间我神情恍惚 以为是我没休息好 连忙换了下人 来引我去卧房 于是从廊下乌鸦鸦 走过来十几名侍女 我扑斥一笑 这么多人服侍我呀 姐姐是将军府的上兵 自然不能博带 陆里脸颊犹是泛红 不过半刻就恢复了冷峻 被他们朗声道 从今日起便记清楚了 楚小姐就是你们唯一的主子 她的意愿永远是第一位的 纵使是本将军也不行 是 住了几日 我的毒症 在药育薰针和针灸下 逐渐减轻 连指甲也只余下淡淡的青黑色 我发现 将军府的后院并不是没有女的 陆里有三房妾室 却没有女主人 想来是还未碰到重力的人选 我曾调侃她 如今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指那妾不娶妻 是不享受妻事的约束吧 陆里的脸色却冷了下来 摇了摇头 我没有妻妾 也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女人 这下轮到我郑主 原来 陆里府上的小妾 都是她出兵打仗时 在路上救下来的悲惨女子 因为她有过同样的绅士命名 于是就收了她们入府中成为侍女 前段时日 圣上说要给我赐婚 被我婉拒 以为我是不敬女色 我才将她们三个 抬为了妾室 以蒙混过关 她无奈道 实际上 这些女子不过是担当了虚名 我与府上三名 妾室都相处甚好 她们敬我是陆里的姐姐 直换我恩人姐姐 其中有一个叫素兰的小妾 长相尤为标致清秀 她细声细气地问我 恩人姐姐 如今摆脱了那复兴人 真是大快人心 可又想好下一步的去处 我只留在这里不像样子 早已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我在江宁还有些小生意 有几套老宅 准备养好病之后 搬过去住 也能维持生境 不远处 我去到了在凉亭外 处理的路里 想来她刚刚都听到了这些话 她急切地问我 姐姐一定要走吗 我笑了笑 我曾经跟你说过 从今往后 我只相信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义父他人寄人篱下 都不是我想要的 陆离不再说话了 似有些郁郁宝欢 估计是觉得我服了她的面子 几日后 圣上传召了陆离邪副将进攻 说有要事审问 陆离与我面面相去 姐姐 我去去就回 我皱起了眉 难道是之前她善离直守的事 被发现了 我担心不过 便执意要一容装扮成侍女的模样 随她前往 金鸾殿上 我又看到了熟悉的人 竟然是承池 殿上的君王缓缓开口 承池 朕念你为朕办事多年 你要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朕给你 人已经给你带来了 你倒说说看 陆小将军 有什么大不敬之罪 若是说不出来 罪加一等 欺承池身上还带着枷锁 得意地扫了陆离一眼 我瞬间紧张起来 看来她似乎知道了 昔日陆离的真实身份 我很害怕 若是她说出陆离男扮女装 前附近府里救我的事 那么我和陆离 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没想到 承池却阵阵有词地说 堂堂威武盛名的陆小将军 其实有难以言明的癖好 她喜欢微臣 而且她欺君往上 因为她 其实是个女人 看她如此自豪的神情 我嘴角微微抽搐 确实变聪明了 但不多 女子参军打仗 违反我朝征兵的律令 就算陆大人是女中豪杰 可她因为喜欢我 勾引入我府中 欺骗我与她欢好 也是会乱一方 罪无可说 她得意洋洋还表示 自己还曾和陆离睡过 清楚地知道她的真实性 她的屁股上有一颗痣 哦 说起痣来 我恍然大悟 我曾在如厕时 偶然与云摩摩相遇 那云摩摩的屁股上 的确有一颗铜钱大小的质 我看到皇帝的脸色 明显飞了下来 估计也是闻所未闻 这时 陆离淡淡说 陈大人怕是为了脱罪 有些神志不清了吧 陆离原本不苟言笑 此刻 却忽然冷笑出声 定定地扬起毛子 陛下信吗 末将为朝廷出生入死多次 和将士们一向是同吃同住 曾定没人发现 我是女儿身 随陆离前来的副将虎威 也急了 在旁吼道 你他奶奶个雄养的 不说八道 我们陆将军是纯爷们 怎么可能是女的 我笑了 当初陆离曾说过 每当就寝时 他都会提前把城池打晕 再左影迷幻之香料 让他误以为 云嬷嬷就是他的小倩 这就是证据 不信陛下 可以让人带陆小将军 下去验身 昔日在城府的证人们上来 也纷纷表示 的确有过一名 和陆将军很像的女子 在府中待过一段时间 可后来就不知怎点 销声匿计 此刻 所有证据都指向陆离 城池看起来胜券在握 发福的脸上 泛着一种清澈的愚蠢感 皇帝铁青着脸挥挥手 让人下去给陆离验身 结果 却发现他是铁骨铮铮 如假包换的男人 怎么可能 那 那就是断袖之品 城池下的魂飞魄散 还是极吼吼的狡辩 陆离却无奈地表示 自己府上都是美妾 何来断袖之说 卫免荒谬 君王震怒 岂有此理 陆小将军 为国征战立功 怎容你再次胡搅蛮缠 随意攀扯 圣上怒儿拂袖走之前 将城池交给了陆离 随意处置 姐姐 你想怎么处置 他好整以挟地 捏了捏我的掌心 轻轻问 我淡默地答了一个字 燕 那一晚的慎行司 彻夜哀嚎不绝 陆离亲手带人 去把城池淹成了废人 等伤好之后 他将被流放塞北苦寒之地 诚如陆离所说 有些折磨 活着能比死了 更让人痛苦 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这一切都是他旧游自取 巴结束这些事后 我深感疲倦 准备南下回江宁的老宅 做做小生意 了此余生 至于情 已是身外之物 无甚可奢望 陆离拗不过我 只好一边陪我南下 一边带我游山玩水 我们在鸡鸣寺的山崖上 一起看日出 在云征雾绕的幽都看日落 一路来到了温暖如春的江陵 这里是我和陆离相遇的地方 他说等南边的琵琶熟了 希望到时候能和我一起来摘 我不解地回望他 姐姐 你当真以为黎奴对你 只有报恩之情吗 他叹了口气 俊美的脸庞上 营绕起一丝忧愁 经历过男女之情的 我怎会不明白他的意思 陆离一步步靠近我 破均于面前 他浑身灼热 似乎隔着衣衫 就能将我烫伤 他说 早已默默心约我多年 我心中犹如平静的水面 投掷了一颗石子 飞溅其水花 正正地望向他 黎奴这双眼睛 原本已经废了 是姐姐让他重获光明 那时期我就发誓 从今往后 他只用来看一个女子 她漂亮的桃花木 闪闪发亮 将我的手摁在那颗珠纱纸上 我仍别过头去 刻意不去看他炽热的目光 我已经二十又六 和你差了七岁 还是成过婚的人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犹是不回答我的话 只自顾自地问 姐姐不是 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吗 我敏纯 此生 我怕是都没有成欢膝下之乐 一个人也便罢 他的眼神明显流露出一丝落寞 曾经 我也希望 拥有一个粉雕玉琢式的小娃娃 能感我所感 最好是女娇娃 我会给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可惜诚实给不了我 甚至心腹 余生我只求好好活下去 其他的都是奢望了 与陆离分别前的那一夜 是在江宁的驿站 过了今日 她就将回京城 从此难再相逢 她的小妾素兰 这次执意要跟我们一起南下 说要看看江南风景 可那一晚 她却错了心思 竟给陆离下了迷情伞 想偷偷爬上她的床 当我赶过去时 素兰已经被她当场斩杀 鲜血侵染在地毯上 她眼眸心红 亮亮呛呛地扔下手中的剑 枉然道 姐姐 我杀人了 可是她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她该死 我深深震撼住 没想到她对身边的女子 竟是如此的哀齿 望着素兰的尸体 心中大喊 说完 她难以一指地晕了过去 素兰这次 对她下了狠手 不仅下了十足时的药量 而且 迷情伞的效用极其毒辣 若不及时与人和欢 便会暴毙而死 要事无一 我经商行走江湖多年 自然深谙这个道理 看着陷入昏睡的她 我感到一种窒息的绝望 滴滴垂垂泪 她不能就这样 不明不白地死在江湖 死在这个与我相遇的地方 只要你醒过来 我什么都给你 等南边的琵琶熟了 我陪你一起去摘 莉诺 你醒过来好不好 我哀求她 她是少年将军 前途无量 我希望她活下去 希望她有风光万里的前程 希望她在我看见 或看不见的地方 为她的理想征战四方 心脏不由地抽签起来 我才意识到 自己对她 早已有了另外的心思 只是我不敢面对自己的心 陆离睁开了眼睛 忽然不受控制地将我压倒在榻上 微微喘息 红卓眼问 这可是姐姐自己说的 姐姐 你可怨 我并没有推开她 不知是为了她的幸福 还是因为什么别的 黎母 她眼尾微红 在我梦一般的呼喊下 猛衣用力 成婚多年 也从未有过的感受 突然席卷四肢百骸 我不得不拱起胸口 又任由她将我按了下去 紧紧攥紧了床单 她脸上的潮红 尤为褪去 珍惜地点了点自己的唇 眉间轻染上 急许妖艳 游记的最后 她抱着我嘀嘀呢喃 姐姐的唇红 只能为我一人采鞋 那夜的仪女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陆离 听说她被圣上 急召还巢 派去了北关 攻打匈奴来犯 我也在江宁 逐渐开启了自己的生活 利用从前的经商头脑 发展各路生意 如鱼得水 又一年夏至 此刻与我上一次 和陆离见面 已经过去了三年 我已成为了江宁有名的女商 这些年 我们一直保有书信联系 最近听说她打了圣仗 即将还巢 我甚是欢喜 测勋十二转 赏赐百千强 她被封为南陵将军王 一时轩鹤无良 我在闹市的巷口 再次见到了她 眼神瞬息间一晃 俊美的少年 漂亮眼睛 和那明光假皱重叠在一起 仍是熟悉的模样 南边的琵琶熟了 我回来了 她在冷的尘封里 突然转过身 俯身狠狠稳住我的唇 我没有抗拒 清黑的胡茶 修饰着她 不再青涩的脸旁 望着她眼中 画不开的爱意与沉溺 我知道这一次 自己选对了人 她倾笑着拥住我 姐姐 黎奴此生 为爱你一人 我心中的风 一直吹向你 从未想过逆风行 En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